看一下开局马哲中路 中路对局吗 S的那边是A大 这边是被炸了一下 再看一下一直带曼卡 大地图分布两个A点一个中路 一个B的顶前 一个是B点的办公室 这边的一个顶前 这边是要转一个B点的 第一时间马哲是B点办公室的情调 我们看一下B这边 中路这边 中路这边要探头 1是回去了 还是打一个曼卡 那菲律宾的防守阵型 也是好像是慢慢往B点这边所靠拢了 这个头上人很多啊 要转吗 很果断 看到已经在转点了 这边是A点是完全是给了一个A连接 这边前定的这边 就完全是一个人在防守啊 菲律宾的所有的防守队员也是完全是往 全部往A点这边靠拢了 是的 那看一下这一波还是怎么样去选择 A连接 感觉侧面有人 哎呦这个点 这个箱就在箱子后面 对这个点看一下他能取到什么样的效果 主要是等中路 中路这边是这两个比较重要啊 这个啊 哎 被打到两个 后面反轻 但是 没差一块难 太慢了 哇 哇 这个是刚刚是真的打的太慢 太有余了 太有余了 菲律宾队是完全判断出了爱极的这边的一个进攻路线 小伙子们是不是稍微有点小紧啊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看一下开局继续 马德卡的东路 然后 这边是抢一下A大 哎 有看到弹道过来 18这边也是控制了B 后面卡着B点 相信菲律宾队在昨天就是 是爱极跟越南队的抑郁小生折胆组上也是研究了一些 呃 爱极的一些弱点吧 还是找的 这个突破点还是找的比较好的 那其实看错看得出来 菲律宾队于对方战术系统的把握还是做的不错的 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很专业 在散前他们一直在就是 呃 比赛基金那边一直在讲一些战术啊 或者制定一些什么东西 讲了好久好久 是的 还是一支比较专业的队伍 准备工作过来还是比较到位的 嗯 看这边是三个人是慢慢的推向了b 然后蜂蜜也是一个人应该是清一下办公室 好马哲也是过来马哲也是选择了一个ak 应该是一个澳三包币了是的 来看一下三包币的这个同步做的怎么样 对b先别着急 等办公室这边到近点 b别着急 等办公室到近点 两个b三个办公室 往前拉了 往前拉了 那边b也是到 有没有闪 有闪光显得一个同步 我请假要扔东西了 给来给来给烟给闪 看一下屁股那边是谁 屁股变死的是完全把屁股所控制的 是的 但是这边是没有人是有一个 呃 菲律宾的队员是走b这边走的 这边是一个高闪 一个 到了 这边包点马哲 快走打掉 到了 马哲包点的双杀 从比分现在是6比5 还是领先一分 把这个比分拉开这个差距不行了 对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现在压力是蛮大的 因为现在几乎等于一个平均 嗯 看这一分了 这一分如果说能拉开一个两分的差距 然后菲律宾再说 能跟上跟上说 最近这个比分也是 比较难的 一下马哲 取来一下A点 保护一下best 送到把best送到H股门的 进点 回答是怎么样 应该是H这边一个强行的到进点的一个骚扰 然后再选择一个转点 或者是这边是A点是进点骚扰完之后 原点选择一个卡点吗 网密还是完全的一个人在卡着一个屁股 对的 给大部队 哎 上面上面 看到了 但是这一波对枪吃亏了 对 毕竟是一个下打上不太好打的 下打上不太好打 这里进行了一波试探性的对拼之后 现在可能要往右转一转 一到主后伞 一到主后伞 漂亮 带走这一个 上很快 只要这一个带走 就只能成功能进度 进入到H8点 但今天有一个隐患 就是两名队员的血量实在太少 漂亮马哲 看下这个闪以后 有没有上没上 看一下马哲应该强行还要打他 还要打 拉出来再干枪 不怕 啊 这边再拉出来再打 还得打 漂亮 留给马哲吧 这一个留给马哲 看一下这边怎么卡到 看一下屁股 不然打这么多枪 没办法打死 真的是有点对不住 现场这么多观众啊 是的 哎呀 好漂亮 小胖最终没有给马哲这个机会 总比分 7-5-1-1 现在比分拉开2分了 所以说现在来怎么 他对H8来说优势是比较大的 对 就是这个节奏 要给菲律宾队任何机会 是的 这边也是A大前顶道 这边是看一下 A小道经典有没有人 A小道经典是有人的 我们看一下贝斯特会怎么样处理一下这点 他可能会稍微往前摸一下 注意探点注意探点 静点就是这个静点脚下 但是听不到我们说话呀 喊的再死心裂肺也没有用啊 如果我会心电感应就好 哎这个哎 好 看到 漂亮 两个有没有 两个漂亮 小胖真的太狠了 他的波涉 在AP波涉真的是没谁了 他都太好了 这边的话A点两个清完以后直接就上 A小还有一个 A小 这边是后路景佳后路这边是已经给响 也是知道景佳后路这边是有人了 三个 四个吗 四个 啊后面差一步 差一点点 漂亮 三比一 同比分八比五 还有两分 还有两分 小胖刚刚这个 A小超经典队的两个打的是完全是真的太亮了 这个真的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解释 这个时候你哪怕枪口一凭都可有可能要 那是第一时间把景佳这边是 看点的这个人是直接带走 没有让他回去啊 看一下整个进攻的一个路线会怎么样去一个支援 野大还是招容了一下 马哲是一个C4应该是过来要去B点了 这边又是18这边是把办公室前点的人又是再次说摸掉 菲律宾已经按耐不住已经着急了 各个点是往前顶了 看下这边是 哎呀 这个被死的被打了一个侧身 为他是 哎 这个什么情况办公室这边也是 漂亮 偷掉了 三花二三打二三打二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这这波可以打B 看一下另外一边回防的这边应该是耐斯 这边还是要应该是要等待一下 等待耐斯去一个摸点或者说去一个骚扰吸引吧 是的 吸引点火力然后再选择一个B点 但是B点这边是 摸臂稍微有点 潮急啊 耐斯在中路拼枪 中路拼枪这边是直接打掉了 包点不确定了这个 哎 我我他什么情况 这怎么是马哲跟蜂蜜竟然是被包点这个选手是直接是 一个带俩带走了 这边打意味着没看懂啊 没看懂不应该这种失误不应该是出现在IG身上的 是的 哎我们看 又是转身啊 转身 刚刚的一个插插身 直接没看到说了 这种 再闹一拳 有机会 因为C是在近点啊 又说在很尴尬的位置 看到要正面应该是要拼一把枪了 要拼一把枪了 这个只能拼枪了 这边是菲律宾队是缩了回去 紧佳 但是在紧佳一直闪生 看到漂亮 nice nice 这一枪 体现了我们中国队的枪法 枪法 意识呢 你玩的也还可以的 但是说 在意识跟枪法的结合之下 你真的没法比 现在的话是4比1 4比1 我们IG也是拿到 本场比赛的一个赛点 然后离这个决赛只剩下一分的这一小步了 是的 我们也是在下面也是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的一个直播也是能看到就是说到底是谁跟IG能走到决赛 另外一场两支队伍是哪两支呢 呃是 越南跟俄罗斯 啊 俄罗斯在去年的世界总比赛就给我们中国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 对 关键重点是 我俄罗斯这个队我没看懂 因为俄罗斯的第一场是直播的嘛 他们是跟中国台北队打 然后在黑色紧张辅助上是被中国台北队是10比2的比分拿下了 然后竟然是 一路一路一路打上来了 实在没懂 而且还是取得了一个B组的第一 所以看不太懂 看得不太懂 这边也是第一时间是站站到了一个人数的优势 然后这一波的方式在在办公室B点这边 是的 然后A点这边是又依旧是小胖选择一个 哎 有看到吗 我感觉小胖应该是有看到 有意识到 但是看到了他不叫多好人他不叫多好人 慢慢摸不急 好等队友来了可以搜了 这个朋友你在干嘛 你这个点被打过三次了 你还在这个点 对 哎进了进了 好的 H成功进入 要脚了这一把要脚了 想干嘛漂亮 漂亮 恭喜IT 成功拿下本场比赛进入决赛 去